台湾知名主播沈春华 专业又亲切的形象 受到许多粉丝喜爱 也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 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而在5日他就发文透露 前一天看到行政院通过新条例 要解决名人肖像 遭到用行骗的问题 他原本想在粉丝专业发文 来表达自己的支持 毕竟包括他在内 有许多公众人物都受銷项权所扰 而且澄清和报案都没有用 但在深夜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粉丝专业又被关闭 其实他在2月时 也会被诈骗集团盯上 导致粉丝专业一度被强制关闭 如今又再一度被限制发文 让他无奈表示 平台审查机制不分青红皂白 谁来告诉我怎么样当一个好人 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